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每一次作词 只能使用 一些佛靖靖靖的 远程中 就是右手的去做金刚圈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轴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印 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 从那个右臂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书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书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这个派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 修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日日落了 Ahh哦哦哦哦 日日落了 噤嗚咕噗啊 这三次到举 三志 Stellen喳 啊哦哦哦 sending 啊哦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上师你一样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呢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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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完的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事与处我 不行无一事》 那么这里面就很明白 我宁可愿意在这个世界当中 受到烈火的焚烧 或者是受到原地的造杀 就是原地的砍杀 或者有各种兵器来看到我的透露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人本来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生存的世界也并不是很长的 几十年之后 必定是我们的血肉之躯一定会是灭亡的 所以说 受到这样的生命危机就无所谓的 但是我始终都不能让这些烦恼的盗贼控制 在这个烦恼盗贼 烦恼怨地面前 我永远都是不会投降的 我一定要坚强坚持下去 那么在一切任何一个时候和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修行人前往都不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 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定不能做的话 恐怕有点困难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不能做这个 不但是没有意义 而且非常严重的一些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 造恶业 造最恶业的话 在我们一切事处 一定要精神 小心地 否则的话 他的这个国报是苦不堪言 就是应该 每个人都是应该知道的 所以呢 在自古以来的 这个历史上 就是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呢 也是与烦恼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获得战胜的 这一面这种势力的话 在出家人当中也有 在家人当中也是有 其实每一个人 心如不如也发 这个问题很关键的 如果心如也发 然后发对他的信念起到很大的作用 遇到什么样的烦恼 那个时候他有战胜的能力 都见了 湾 Pow 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说一说 我们很多人的人生的道路 有时候看来也算是比较漫长的 在漫长的日子当中 我像我在座的希望 在座的各位希望 从内心当中也应该发这样的殊胜坚定的誓言 什么样的誓言呢 宁肯舍弃自己的身体宿命 土木落水 但是我就是把佛法永远也不舍弃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醒的话 现在外面的这种信心舍舍的社会 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遇到了种种违缘的时候 我们的大神容易受到损伤 原来有一个印度人 佛教徒被外道抓着了 最后要求他舍几三宝 他说如果让我口头上舍的话 我舍也可以的 但实际上根本不会舍 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坚强 如果有了这样的坚强的意志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寿命当中 就是在这个有生之念当中 就是绝对不会舍弃这个三宝 就是绝对不会舍弃大乘菩提心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发这种坚定的誓言 那么这样的这种誓言 在这个一切时候 在这个一切处说 不管是你到哪里去 不管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和时候 就是一定要辞职遗恨的 兴致 在兴致的过程当中 大家以真知正念来 就是观察自己的相续 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跟这个世间上的一些 不散不死的人同流合污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行为 逐渐逐渐会受到损坏和破坏 最终自己也是毫无意义当中 会虚度的 就是这样没有意义的 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 行持大乘佛法的人 千万千万不能做一些损害众生的事情 也损害自己的这种善性的事实 这种事实就非常可怕的 所以为了断除这样的恶行 我们的心一定要坚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略说呢 如同诸喜乐 所为众善业 形影忌惮者 乐彼无言诸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像这个孩童呢 就是他追求自己的玩具 玩具的这种快乐一样的 那么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作的这些三法的事业呢 心里面应该去耽著他 应该去耽著他 这样的欢喜心 这样的这种耽著的快乐呢 不应该有这个满足性 就是不要有这个厌著 我心的形色善法已经可以了 已经闻思三四年五六年了 现在我可以到这个别的地方去 就是行思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呢 我现在学佛已经诸葛了 已经学佛三年了 学佛不年了 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满足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孩童的话呢 每个人都一定会度过 就是自己的这种童年时代啊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对自己的这种这个玩具啊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一起玩呢 就是这一点呢 就非常的这个执着 就也有这个兴趣 就非常欢喜啊 就是基本上不吃不喝都是可以的 就只要是跟其他的这个一群小孩一起这个玩的话呢 就是从早到晚 一直有这种兴趣啊 同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我们对这个行持善法方面 流度无万行 然后利益众生啊 自己这个闻思修行等 就是有关善法方面的这些 善法方面呢 就是有如实的这种担著 那这是最好的 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 有个别的人呢 就是说是 啊 什么都不要执着 对善法也不执着 对恶法也不要执着 我们一切都是安住在这个空行当中 禅宗的妙用当中 净土啊 送的这个 离心不乱的境界当中等等 就是说的就是非常这个 好听的一些话 但是呢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们彭仑伯奇的教言里面所讲的那样 不能就设计这些 不能设计什么呢 对这个善法呢 就是不能设计 你是这个初学者啊 就是你还没有到到就是等今无二 或者说是这个 现空无别的这种境界当中啊 没有到到的话呢 我们这个现呢 就是对这个善法的这个欢喜心呢 就是不能这个间断的 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 我们这个对这个闻思修行 善法方面的这个兴趣呢 就是一定要就是越来越增上的 那么闻思修行呢 就像我们这个吃饭 就是吃饭一样 就是净餐一样的 就每天都是一定要用上 不能间断就是 对此呢 一定要就是愤怒 就是对此呢 一定要这个精进 所以我想 我们就是在座的人的这个很多人啊 就是因为都听到一些佛法的这个 就是偏言之词啊 然后呢 就是自己觉得说 啊 什么都不知错啊 就什么都不要去这个行使 这就是摸种呢 就干扰你啊 就是摸昂波许呢 就是对你的修行制造违缘 所以我们这个无必要就是小心啊 就无必要这个小心 所以呢 一定要就是对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喜乐呢 就像小孩呢 就是他喜欢他的这个玩具 喜欢他的这个玩耍一样的 我们对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兴趣呢 一定要就是越来越这个浪和 要不以及欣赔向民如果感恩缘缘 召生高兰 还是是感恩的攻略啊ANK Angela 是的 小孩呢 谢谢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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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上的人们自然请求安乐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还是不一定的 而我们大乘修学佛法的 为了利益斯塔尔尼的 这样的流度万行 实际上完全是得安乐的 这是百分之百一定是得安乐的 那么我们这样不兴致的话呢 最终的安乐是怎么样得它呢 怎么会有呢 就是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兴致安乐 那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 时间上的人们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啊 生活呢 就是怎么样辛苦啊 就这一点 我们当中有一种这个俗话 就是俗话呢 就是叫做是天上的这个信心呢 挡着毛子 地上的白霜呢 就是挡着这个鞋子啊 就是造处晚归 也就是说这个培行待遇啊 就一直这个辛辛苦苦地 就是追求自己的这个生活和目标 其实呢 他就所获得的 还是也就不一定是 就是真正的这个利益 就是不一定是利益的 而世间法的这个本质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只不过是人们的这个妄想 执着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的事业呢 就是谁也得不到 得不到的原因呢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呢 就是真正是了达这一点的原因 也是这样的 而我们的这个佛法呢 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发起无上的这个菩提心 然后呢就是精进修持的话 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那样 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啊 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啊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 人是一个修行人 闻思修行的人呢 那么他最后的这个过得不到的这种情况呢 就绝对是没有的 因此呢就是为了利益 就是自他的这种一切众生 而精进修持的话呢 那就是最后呢一定会是获得了这种大自在 大安乐 大福报的这种境界呢 就是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这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啊 就是一定要就是自由自在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为什么是不这个静静 就是一定要啊 就值得这个静静 因为所谓的这样的 就是暂时究竟的安乐的这个源泉呢 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自己的时候 就像是每每的这种就是一种这个事物啊 就是摆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啊 然后我们自己呢 就是在旁边就是极苦难忍 就是没有这个希求的话呢 是不是非常愚痴啊 同样的这个道理啊 就是说佛陀和出世间的一切的这种这个快乐 也就是说远离一切痛苦的这样的这个快乐呢 实际上摆在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前面 只不过自己的这个缘分和福报呢 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有福报的人呢 就是依靠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呢 就是他的这个收益费钱就是 然后获得了这个无常的这种快乐 而没有福报的人呢 可能对此呢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得到就是如实的这个利益 不访问一下 第二天 就是这个必须的这种快乐 在于是瑞末和出世间的这个下局 都不得了 有种比赛的现在 并度bo的一点 又不得了 就是让我们来做这个 大量的这种点 我可以 medieval 是一个很不得了 住口 我可以把你晓得了 可以让任何让她 转到内容 在哈哈哈 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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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大乘佛子的行为 因此呢 就是大家在座的人呢 就是每个人都是真的 就是想法都是不同的 追求的目标当然是不同的 但是说追求的目标当中最有意义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这个希求佛果 利益众生 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是最快乐 最有意义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是呀 一看来ên下来自这一位都是真的 一位这日子可能是太好是太厉害了 一点床的人都训练开了 最后再加上这一位是太厉害了 一条jes görüş的下子 就是土原生的定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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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为了所作的善事圆满 就是三十三宗应该缓缓信息地去趋入 这种缓缓信心就像是到中午时候的大象 受到苦恶的这种痛苦的时候 他就遇到一些清粱的水池 在那个时候就飞快地进入这个湖泊当中 那么我们也是应该的 对心求善法获得菩提大国的伟大目标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兴趣啊 就是没有这个兴趣的话呢 真的是不行的 就是做什么这个善事呢 就是不能成功的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想 所求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欢喜心当中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佛法当中的这种 这个奥运啊 佛法当中的这样的这种稀有呢 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应该是这个最快乐的 为什么呢 世间当中最可怜的 最痛苦的就是这个愚痴 而断除愚痴的话 佛陀的智慧是最殊胜的 那么佛陀的智慧呢 依靠这个学习佛法 依靠这个闻思佛法呢 才能获得的 对这个三法方面的 不管是比丘也好 三法作业的 任何一个 我们见到这个佛塔的时候 见到佛经的时候 见到任何一个出家人的时候 那种这个心里面的欢喜呢 其实自己的也是一个福宝 就是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而造成的 但是这样的这种欢喜心呢 一定要啊 有时候呢 有些出家人呢 看到这个经书以后呢 好像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兴趣一样的 有些这个 看见一些这个佛塔 佛像 没有这个欢喜心的话呢 这是不好的 真的不好 因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要知道这个三法的这些功德 然后对这个希求三法方面呢 就像是这个 就是热带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些大象呢 就是树着这个枯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就很欢喜地 就是去往这个湖泊 同样的道理 我们呢 就是在这个 满满的这个 轮回的这种长野当中啊 就是一定要就是对这个 就是 就戒头的这个之路名等 尤其是这个殊胜的这个佛法呢 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这个兴趣 这样一切里面不是奥 这个是旁边的这个 那只要是发生了这种极度 对这个温暂的这个图形 就是想想能够措置啊 那就是做那种极度 要观伐的这个 对这个事都ynthesis就会更加紧张 但是这种比较很 Chil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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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